一声巨响忽然自擎天仙山之上传来 这声音之大将弹云都给吓了一跳 什么动静 带着迷惑的弹云释放仙石 通过仙石发现了极为震惊的一幕 原本当空的烈日 被一片忽然出现的乌云遮挡 并且整座巍峨的擎天仙山都被笼罩其中 紧接着那乌云向着四面八方极速扩张 仅仅数息空腹便将整个擎天仙城笼罩其内 雷鸣巨响 朕的方圆八亿仙里的擎天仙城所有建筑翁翁震产 数十亿仙民仰视乌云密布的苍穹 皆是面露惊恐之色 好像有什么吞天魔兽要降临一般 下一瞬所有仙民脑海里响起了谭云的声音 我是大将军谭云 耳朵无须惊慌 这天地异象应该是城主杜劫 众仙民文言如是重负 接着便面带欣喜之色 因为他们听说过 只有帝王境十二阶强者 在晋升帝王境之时才会杜劫 一旦杜劫成功 便会踏入仙人梦寐以求的帝王境 就在这时 谭云脑海忽然响起沈宿兵的声音 夫君 不是轩愿柔杜劫 依照殿内时间计算 他早在三万年前 便触摸到了帝王境屏障 然后 他离开晴天仙城 以杜劫成功了 现在还在闭关呢 我明白了 莫非是你要杜劫 没错 夫君 杜劫余威太过强大 稍有不慎 晴天仙城 便会在余威中化为废墟 夫君 我离开晴天仙城 杜劫去了 沈宿兵传音之后 便飞出灵霄道殿 身穿金色碎花长裙的他 化作一道金色流光便朝晴天仙城外飞去 嗖的一声 谭云也飞了出来 紫苍穹里远远跟随着沈宿兵 宿兵 我陪你 夫君 你不接着闭关了吗 不了 再有一年 同管室便要来遗弃之地 一年时间 我闭关与否 都无法再提升修为了 在接下来三日里 沈宿兵谭云已经远离晴天仙城 出现在一片荒原之上 尽管谭云远离沈宿兵杜劫去中央三千万仙里 但他还是身处乌云之下 由此可见 帝王竟十二阶强者杜劫 天威的浩荡和恐怖 宿兵 你要小心 帝王生死截要开始了 一定要小心的 夫君 莫要担心 你忘记了 我昔日是谁了吗 昔日我能度戒成功 如今自然也可以 是夫君我担心责乱了 谭云传音过后 通过仙石发现沈宿兵头顶上 方圆千万里的乌云 已浮现出不知多少万里的雷结 每一道雷结 都游若翱翔天际的巨龙 且皆蕴含着时空之力 今可见 沈宿兵头顶上空 方圆千万里的虚空 为之崩塌 一条条长达数十万线里的雷结 将一切都吞噬其内 已实践 以沈宿兵为中心方圆千万线里的荒原上 密密麻麻的浩瀚雷结 由若一座座笔直善缘 将天地全部连接一处 沈宿兵的斗劫场景 着实震撼人心 而在接下来三日里 一道道雷结 不断从乌云里朝沈宿兵骤然轰落 第四日时 雷结停止降临 浩瀚的乌云急速退却 露出了星辰豪月 皎洁月光下 沈宿兵在荒原上腾空而起 傲立夜空 浑身散发出地黄景一阶的气息 沈宿兵望着飞来的弹云 眉眸中流露出一抹俏皮之色 你是何人 我就是号称采遍天下的花丛老手啊 你走开 我夫君快要来了 真是有情调 弹云腾空而起 猛然抱住沈宿兵将他按在了荒原之上 天作备地作踏 小美人儿来吧 旋即 弹云又比一挥 布下了一个隔音结界 然后喘息着 揭开了沈宿兵树在腰间的蝴蝶结 弹云的双手 攀上了沈宿兵令任何男人都为之疯狂的郊躯 一日天蒙蒙亮时 沈宿兵香横淋漓 穿上了金色长裙 依偎在弹云的怀里 容颜全是者何谓幸福 两久过后 沈宿兵似乎想到了什么 夫君 四十九年前 同关时便是帝皇境六阶的大能 这么多年过去了 若他是帝皇境八阶的话 我和你 轩云柔 真机联手 自然是可以灭了他 倘若他是帝皇境九阶的话 我们与他之战 便是一场恶战了 放心吧 就算他是帝皇境九阶 我们也未必不是他对手 况且 他还不一定是帝皇境九阶呢 二人闲聊片刻 又花了三日返回晴天仙城 在随后一个月里 谭台仙儿等谭云的妻子 皆是相继出关 七位妻子中 沈宿兵修为最高 剩下的六女 皆为帝皇境九阶 谭云已很多年 没有好好陪陪妻子 准备带着七位妻子 在晴天仙城闲逛一阵 而就在那时 刚晋升帝皇境九阶的 薛子烟亦是出关 于是 谭云带着八女 在晴天仙城 铭山大船中游玩起来 光阴四溅 转眼便是半年一过 这半年里 谭云与七位妻子恩爱有加 雨露君瞻的妻女 受到谭云的滋润 亦是倍加的美艳动人 夜幕降临之际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飞落于晴天仙城之外 此人正是 真姬成主府的仆人 真远山 只见真远山此刻满头大汉 神色颇为慌张 郑仙将 你这是怎么了 今天仙城外 看守城门的仙将 向其抱拳 大事不好了 我要十万火 接着是要禀报我们城主 守将不敢待命 立刻打开城门 让真远山 进入仙城之中 真远山一入城门 便急速向城主府奔袭而去